第501章这不可能,炼制回灵丹,是七星炼丹师必经之路。天宝宗产量最大的丹药,当属回灵丹。金鸿门的回灵丹,品质远不如天宝宗,主要因为炼制回灵丹的一株主要药材,生长在三峡谷之中,只有三峡谷的灵药,炼制出来的回灵丹品质更高。其他地方也能生长,炼制出来的回灵丹,品质略差一些。 三峡谷是天宝宗地盘,青鸿门一直寄予。这几年不断派人前来骚扰,已经引起好几次大规模战斗。几乎人人都懂得炼制的丹药,不论是手法,还是投药技巧,早已熟寄予新。几千年过去,已经形成固定模式,如果说创新,他们这些炼丹师尝试了无数种手法,甚至改良过丹方,效果依旧不如最初的回灵丹。 碧宗宇改变了炼丹步骤,难怪惹来这么多非议。我就说嘛,他们就是一群垃圾,懂得一些三角猫的炼丹术,就跑来保丹风撒野。 黄桃那些弟子纷纷站出来,指责柳无邪,认为他这些人都是垃圾。 其他七星炼丹师皱着眉头,碧宗宇的炼制手法太陌生了。 他们从未见过,难道正如大家所说,碧宗宇他们真的只有三角猫功夫? 天行皱着眉头,他虽不是炼丹师,对丹药的炼制手法,却背得滚瓜烂熟,一眼便能看出,碧宗宇炼制的回灵丹,跟我蓝有很大的区别。 从众人的言语之中也能听到,碧宗宇的炼制手法,完全超脱了真武大陆,从未有人见过。 嘲笑的人越来越多,碧宗宇完全不受四周的谈论声所影响,全身心投入到炼丹之中。 回灵丹他这段时间,炼制了好几炉,按照师傅的指点,效果还算不错。 今日正式炼制,不敢有丝毫懈怠,输了,他则要自费修为,滚出天宝宗。 一旋默默地看着,目光看了一眼柳无邪,发现他眼观鼻,鼻观心,仿佛老僧入定,对四周的所有谈论,充耳不闻。 如此年纪,能做到置身事外,真的很不容易,换成其他人,面对四周的冷嘲热讽,肯定会站出来反驳。 从柳无邪脸上看不到一丝怒气,平静得有些可怕。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莫兰炼制的回灵丹,已经接近尾声。 莫兰的炼丹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距离八星炼丹师应该越来越近了吧。 很多人在一旁溜须拍马屁,那是当然,莫兰师兄距离八星炼丹师只有一步之遥。 莫兰那些师弟,纷纷附和,师父是八星炼丹师,莫兰要是晋升,岂不是一门两尊八星炼丹师,以后他们师徒在天宝宗的地位将更高。 莫兰师兄好快的炼制速度,要比之前炼制回灵丹的速度足足提升了斩查时间,看品质要比之前还要纯正。 议论声越来越多,全部是吹捧莫兰,至于避宫雨,早就被人晾在一旁。 连观看的欲望都没有,他的手法太生疏了,看他炼制丹药,完全是一头雾水。 看莫兰炼制丹药,是一种享受,每一个步骤,他们记在心里,犹如行云流水。 不可否认,莫兰的炼制手法,早已达到圆润自如的程度。 收火,当着所有人的面,莫兰收火了。 关闭火闸,丹炉的温度不断降下来,一阵阵丹箱,从炼丹炉之中释放出去,传遍整个广场。 烤浓郁的丹箱,这些回灵丹,最少也是上品。 一些七星炼丹师开始鼓掌,目前来说,天宝宗的回灵丹最高级别只有上品。 极品丹药,可遇不可求。 黄大师,你收了一个好弟子啊。 黄桃端坐远处,身边还坐着好几名八星炼丹师,纷纷朝他祝贺。 这些八星炼丹师,都收取弟子,像莫兰这种,宝丹风却不多见。 这一切都是兰儿刻苦学习得来,做师傅的,平时指点一下就行,还是要靠他自己努力钻研。 黄桃履了履胡须,脸上露出浓浓的得意之色。 被人夸奖,心里哪个舒坦啊,就在莫兰结束不到一分钟时间,逼宫宇开始收火。 关火的速度,没有莫兰那么快,而是一点点关闭火闸。 没有打开丹炉,丹香无法溢出,谁也不知道毕宫宇炼制出来的丹药品阶如何。 怎么回事,他为何不打开丹炉? 大家不解,正常丹药炼制成功,先开丹炉,让人鉴别。 毕宫宇,现在你跪下来求饶还来得及,只要肯说你是垃圾,我可以饶你一命。 炼丹结束,莫兰刺骨的目光,朝毕宫宇看去。 不敢掀开丹炉,只有一个可能,他炼制的丹药,眉脸见人。 剑在说这些,是不是太早了点,毕宫宇发出一声绩效,他不掀开丹炉,是怕引起轰动,故意如此,让莫兰多上钻下跳一会。 请各位公正人鉴别吧,莫兰发出一声冷哼,请一璇等公正人,鉴别他们之间的丹药。 大家站起来,先走到莫兰的丹炉旁。 一璇拿起一颗丹药,放到鼻子边缘闻了闻,上品回灵丹,品质不错。 这个回答,让在场九成的人喝彩。 一璇虽不是炼丹师,他可是巅峰话音镜,他的话非常有分量。 接着是莫充,拿起一枚丹药,他的回答跟一璇一样。 不会因为跟黄桃有恩怨,故意污蔑莫兰的丹药品质不好。 众目睽睽之下,谁也不敢乱说一通,况且他们身份尊贵,岂能因为一场比斗,坏了自己的名声。 在七八名公正人鉴别之下,最终莫兰的丹药品质出来了,十颗回灵丹,颗颗都是上品。 柳无邪危险了,在场除了八星恋丹师,想要赢莫兰,恐怕没有人了。 十颗上品回灵丹,可以说达到圆满层次。 极品丹药不出,上品丹药横扫任何对手,众人走向碧公宇的丹炉,请他打开炉盖。 逼宫与双手结印,并非直接掀开,在丹炉上空,出现一道道虚影,封锁住了四周空间。 好玄妙的手法,莫充暗暗说道,做好了一切,这才掀开炉盖。 尖开的那一刻,一团阴晕之气突然从丹炉之中溢出,漂浮在空中。 因为提前锁定了四周空间,丹荫之气,无法消散。 丹云,竟然是丹云,此周几百名炼丹师全部惊呆了,纷纷从椅子上站起来,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逼宫与炼制的回灵丹,居然出现了丹云。 莫充身体一正,迅速上前,从丹炉之中拿出一颗丹药。 极品,竟然是极品回灵丹,莫充像是封了一样,看着手中晶莹剔透的回灵丹,说话有些语无伦次。 其他炼丹师迅速冲上去,丹炉中一共12颗丹药。 同样的药材,莫兰只炼制出来10颗,逼宫与炼制出来12颗。 最为关键,品质药比莫兰高一大截。 看似上品跟极品只差一个境界,每个人心里很清楚,就这一个境界,拦住了无数炼丹师。 炼制上品并不难,炼制极品丹药,需要的不仅仅是运气,还有对炼丹术的领悟跟掌控力。 柯柯极品,他是怎么做到的,又是一尊炼丹师上前,他并非见证人,却挤上前去,想要一堵究竟。 这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炼制出来极品丹药。 莫兰一屁股坐在地面上,一脸颓废之色。 黄桃还跟其他炼丹师聊天,这边突然传来的状况,打得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众多炼丹师,不顾面子,纷纷走上前来,从其他炼丹师手里抢夺丹药,想要一堵究竟。 希望能从这些丹药里面,学习更多的炼丹方法。 这可不是极品回灵丹这么简单,一直沉默不语的一旋突然说话了,众人纷纷朝一旋看过去,想要听他怎么说。 一旋长老,难道这些回灵丹,除了极品之外,还有其他选妙吗? 莫充虽然是九品炼丹师,论境界,远不如一旋长老,非常客气地问道。 大家都知道,极品丹药的药效,是上品的五倍之多,但是这枚丹药的药效,是上品回灵丹的十倍药效。 同样的丹药,极品丹药的药效,是上品五倍之多。 一番话让众人点头,这是基本常识,每个人都知道。 十倍药效,这怎么可能? 一尊八星炼丹师认为不可能,极品丹药它们不是没见过,最好的效果,超过上品五倍。 我也认为不可能,同样是回灵丹,它的丹药怎么可能比上品多十倍的药效? 越来越多的炼丹师认为一旋再扩大其词。 材料一样,多炼制出来两枚,又是极品,如果说要效比上品多十倍,在场这些炼丹师,可以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就算是莫充,都很难炼制出来极品回灵丹。 就算运气好炼制出来,也不可能超过五倍药效。 黄桃已经坐不住了,挤进人群,从一尊炼丹师手中接过丹药,眉头越皱越深。 你们如果不信,神石进入其中,便能看出这些回灵丹厉害之处。 一旋懒得跟他们交谈,目光突然看向柳无邪,似乎有些明白了,为何今日让他前来保丹丰。 他只是猜测,还不敢确定,手拿丹药的炼丹师,纷纷将神石进入丹药之中。 嘶嘶嘶一阵阵到西凉气声从四周响起,每个炼丹师脸上充满着不可置信。 包括黄桃在内,无法相信,丹药竟然能炼制到这种程度。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莫兰从师父手中抢过丹药,谁时注入进去,像是得知魔症一样,在原地胡言乱语。 第502章废调,整个广场,突然陷入死一般寂静。 每个人看向毕公雨的眼神,充满着敬畏。 但是很快,众人才反应过来,毕公雨不过柳无邪的弟子而已。 弟子都这么厉害,那师父岂不是更高一筹? 担心化灵,这已经不是普通的七品丹药了,外表看是七品,实际药效,已经碾压一般的八品丹药。 莫充苦笑一声,他堂堂九星炼丹师,竟然没有发现担心的变化。 担心,处于丹药最深处,一般观看丹药,只看表面,很少有人将神石进入丹药深处。 刚才嘲讽毕公雨的那些七星炼丹师,纷纷闭上了嘴巴。 谁也没想到,一场普通的炼丹比拼,会出现如此妖孽的丹药。 它是如何炼制的,怎么能做到丹心化灵? 很多炼丹师在私底下暗中交流,如果他们能掌握这门炼丹术,岂不是能晋升八星炼丹师? 众人摇头,没有一人说出其中玄妙,你们刚才把他的炼丹步骤记录下来了吗? 又是一尊七星炼丹师,小声地问道,没有,随后是一阵阵叹息声。 从一开始,他们就没瞧得起毕公雨,怎么可能舍得拿出一张记忆灵符,去记录那种垃圾炼制手法。 他们眼中的垃圾炼制手法,突然幻化出一枚巨大手掌,狠狠朝他们晒下去,却还不敢闪避。 每个人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更有甚至低着脑袋,不敢正视毕公雨。 内心的羞愧,让他们无地自容,一旋长老,是不是可以宣布结果了? 毕公雨脸上没有任何得意,他今日挑战的对手是黄桃,自始至终,没有把莫兰当成对手。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他们沉寂在丹药之中,却忘记了还有一场笔斗在进行。 莫兰像是丧家之犬一样,还在喃喃自语,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站在莫兰身边的那些炼丹师,纷纷退到远处,以免沾染他身上的晦气。 莫兰,愿赌服输,请自费修为吧。 一旋说话了,语气不带一丝感情,宣布了莫兰死刑,费掉修为,公有一身炼丹术也是一个废物。 莫兰这才从风魔状态中退出来,双眼心红,身上杀意涌动。 哼,你们谁敢废了我?莫兰发出一声名笑,他可是心和静,在场这些人,谁敢杀他? 而且他师父是八星炼丹师,身份地位尊贵,没有人愿意得罪一尊强大的八星炼丹师。 谁也没料到,莫兰竟然如此无耻,输了不肯自费修为。 情况对柳无邪似乎不妙啊,他们练丹术虽然赢了,顿实力,却远不如黄大师。 人群在窃窃私语,莫兰如果不肯自费修为,难道要让柳无邪来动手不成? 柳无邪如果动手,黄桃也不会坐以待毙,必定出手就下自己的弟子。 别人不敢废了你,我却敢,天行长老突然消失在原地,大手抓住莫兰的肩膀,像是老鹰提小鸡一样,直接给提起来。 天行,你敢,黄桃发出一声力喝,让天行赶紧放下莫兰。 青木在这一刻,突然消失在原地,出现在天行无你之外。 天行,你并不是见证人,没有资格执法,只有见证人,才有资格执法,这场赌斗,青木跟天行, 全部置身事外。局势僵持在原地,其他见证人不愿意出手,得罪一个黄桃倒是无所谓,得罪青木,以后想要购买酒品丹药,难度很大。 就由我来执法,一璇突然说了一句,一步步朝莫兰走去。 他亏欠柳无邪,今日就替柳无邪做一件事情,从此以后,两步相欠。 一璇是第一个站出来做公正人,由他来执法,倒也说得过去。 师父,快救我,莫兰慌了,身体被天行提在手里,急得四肢乱蹬,却没有任何办法,根本无法摆脱天行的控制。 青木脸色阴沉得可怕,他非常清楚,一旋一旦决定的事情,谁也无法更改。 柳无邪,只要你放过我的弟子,以前的所有过往,我可以既往不救。 黄桃突然转过身子,朝柳无邪说道,这一切都是柳无邪在幕后操控,只要柳无邪一句话,就能保住莫兰的性命。 以前所有的过往,你既往不救,柳无邪突然睁开双眼,犹如灵力的刀器,落在黄桃的脸上,你善我弟子耳光,羞辱踏实垃圾,你现在跟我说既往不救,你还真是厚颜无耻。 一番话说得黄桃哑口无言,当日他羞辱避宫语,扇他耳光,一脚踢下宝丹风,现在竟然反过来说他既往不救,还真是可笑之急。 柳无邪,你到底如何才能放了莫兰?黄桃很生气,他乃堂堂八心念丹师,已经放下身段,给足了柳无邪面子。 连你自身都难保,现在还有心情考虑其他人死活,真是可笑。 柳无邪挥了挥手,不愿意跟黄桃继续废话。 一番话让每个人脸色骤变,难道柳无邪打算连黄桃一起废掉? 刚才话语中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今日不仅要废掉莫兰,连黄桃一起废掉。 这个柳无邪哪里来的胆气,连八心念丹师都不放在眼里。 如果说刚才他们对柳无邪还有一丝敬畏,此刻已经把他当成一个疯子。 赢了莫兰,已经十分侥幸,黄桃可是十打十的八心念丹师,毕功于止十七心念丹师,就算他一炉炼至二十颗回灵丹,依旧是书。 不论黄桃如何叫嚣,柳无邪依旧是无动于衷,继续闭上眼睛。 一旋走到莫兰面前,手掌突然用力,咔嚓,莫兰丹田四分五裂,啊啊啊莫兰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声,身体软绵绵地从天形手中滑下来,像是一滩暗泥,趴在地面上。 堂堂七心念丹师,就这样变成一个废人,也许不出几年,莫兰成为八心念丹师也有可能。 随着丹田的破裂,一切的一切,全部化为泡影。柳无邪,我要你死啊,黄桃失去了理智,恨不能现在就冲上去,诛杀柳无邪,却被其他炼丹师拉住,黄大师,你切记不要中了柳无邪的圈套,他在想办法激怒你,这样接下来炼制丹药,就不能平心尽气。 一名八心念丹师跟黄桃关系不错,连忙出言提醒,犹如一盆凉水,很快将黄桃交醒,他说的没错,柳无邪这是攻心计,让他心服气躁,接下来跟壁宫宇的炼丹比拼,很容易输掉比赛。 莫兰被人抬到一旁,不肯离去,他要亲眼看到柳无邪死,废掉莫兰之后,一旋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发现孙子睁开了双眼,眼神之中流露出一丝生气,可能是受到场上的局势影响,让他产生了极强的求生欲。 黄老匹夫,到你了,此周静下来之后,毕宫女目光看向黄桃,继续发起挑战。 至已至此,连有后退的余地,黄桃要替弟子报仇,柳无邪也是替弟子报仇。 从现场情况上来看,柳无邪已经占据了山峰,他依旧端坐原地,黄桃却要亲自登场,这就是差距。 柳无邪,敢不敢跟老夫生死斗,黄桃努力地平息内心愤怒的情绪,却无法平息杀戮之心。 今日不杀柳无邪,就算赢了又如何,弟子已经废掉了。 每个人的目光的落在柳无邪脸上,虽然是毕宫女炼制丹药,但是大家心知肚明,黄桃想要杀他的人是柳无邪。 只要柳无邪一死,毕宫女失去靠山,很快就会被其他人斩杀。 装手结印,一道道无形的灵纹漂浮在空中,随后挤出一滴精血,注入灵纹之中。 生死书,签吧,柳无邪依旧没有废话,直接打出生死书,让黄桃签订。 谁输谁死,无邪,不可,这对你不公平。 天行连忙阻止,这一场是逼宫女对战黄桃,对柳无邪来说,太不公平了,除非有柳无邪出战。 多谢天行关心,对付这种垃圾,还无需我上场,如果我弟子都赢不了这个垃圾,我这个做师傅的,也没脸活在这个世上。 何等的霸气,柳无邪公然羞辱黄桃是垃圾,对付这种垃圾,派弟子上来即可。 当日黄桃用垃圾形容毕宫女,今日柳无邪用垃圾来形容她。 我喜欢这个小子,今日如果他真的活下来了,以后再也不会与他为敌。 一些中立的七星恋丹是表达此刻的心情,不论结果如何,柳无邪的气魄,引来很多人尊重。 好,很好,你是第一个如此羞辱老夫的人,等我赢了他,再慢慢收割你的性命。 黄桃不怒返校,柳无邪故意派弟子挑战他,等于羞辱黄桃连他的弟子都不如,这是何等的藐视。 羞辱你,柳无邪发出一声冷笑,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我羞辱你。 柳无邪将功心术演绎的淋漓尽致,黄桃明明知道柳无邪在激怒他,却没有任何办法。 场上局势见怒拔张,气氛变得非常的凝重。 师父,你一定要替莫师兄报仇,站在黄桃身边那些弟子,一个个义愤填膺,恨不能现在冲上去,杀死柳无邪。 这么多人在场,况且柳无邪并无做过分之事,一切按照规矩来。 讲要杀了他,先在炼丹树上赢了他再说。 黄桃脱掉长袍,一步步朝场中走去,站在莫兰刚才使用的那座炼丹炉旁。 逼宫女看了一眼柳无邪,后者点了点头,连嘱咐的话都没有,是以他可以登场了。 每个人的心都提起来,亲眼目睹八星炼丹师炼制丹药,这种机会可不多见。 那些七星炼丹师,一个个站起来,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至于毕宫女,再次被人无视,第503章输了吃屎,八星炼丹师,平常都在自己独立的炼丹师炼制丹药。 常人很难见到,里面牵扯许多炼丹奥秘,以免泄露出去。 黄大师,不知你这次打算炼制什么丹药,一尊七星炼丹师出言问道,想要知道黄桃炼制什么丹药。 签订了死亡书,接下来双方要进入炼丹环节。 八品气血丹,黄桃整理好了材料,朝问话的炼丹师回道。 气血丹属于常见丹药,市面上基本都能买到。 丹药级别越高,品种越少,市面上能看到的八品丹药,最多十几种,气血丹就是其中之一。 至于九品丹药,市面上更是少得可怜,最多五种。 不知道毕大师炼制什么丹药,一尊七星炼丹师,阴阳怪气地问道,如果毕宫女炼制七星丹药,这一战不用开始,她已经输了。 多么妖孽的七品丹药,无法跟八品丹药相提并论。 去灵丹,毕宫女很巧妙,并没有说丹药的品阶。 去灵丹来九品丹药,人尽皆知。 天宝宗一千年前,懂得炼制蓄灵丹的长老神秘死亡,丹方丢失。 自那以后,蓄灵丹无人能炼制出来。 什么,听到蓄灵丹三个字,整个宝丹风,彻底沸腾了。 每个人看向毕宫羽,充满着不可思议,认为她胡言乱语。 一旋猛地睁开双眼,死死地看向毕宫羽。 如果蓄灵丹问世,她的孙子就能得到治疗。 坐在椅子上的一男,枯瘦的双手,突然在颤抖。 天行愣住了,目光看向柳无邪,发现她依旧闭着眼睛, 对于四周投射过来的目光,无动于衷。 不可能,蓄灵丹乃酒品丹药,她小小的天当镜,怎么可能炼制得出来。 一尊八星炼丹师站起来,不相信毕宫羽能炼制出来,一定是口出狂言。 锦丹师说的没错,我们宝丹风五名九星炼丹师,都炼制不出蓄灵丹, 她一个小小的后辈,竟敢说炼制蓄灵丹,真是华天下之大鸡。 如果说刚才大家对柳无邪还有些敬畏,此刻大家对柳无邪,只有无尽的嘲讽, 认为她在华众取宠,博取众人的眼球,只有极少人,露出凝重之色。 从重重世纪上来看,柳无邪不是那种无故放始之人。 既然敢这么说,必定有真材实料。 输了,可是要付出生命代价,谁也不敢冒险。 黄桃脸色难看到了几点,她的气血丹是八品丹药,蓄灵丹是九品丹药,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金木眼眸深处,闪过灵力的杀气,她终于知道,一玄为何要出手废掉墨兰,原来是为了讨好柳无邪。 我知道了,这一定又是柳无邪的攻心计,故意扰乱黄丹师视线,让她产生心理压力,炼制丹药的时候,有五成失败的概率, 只要黄丹师失败,这个毕宫与自然就能胜出。 很多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这是柳无邪的攻心计。 炼制丹药,最即心浮气躁,情绪稍微不稳定,就会发挥失常,导致丹药炼费。 说得没错,一定是这小子故意这样说的,蓄灵丹岂是那么容易炼制,蓄灵丹很多材料,早已绝技,不可能凑齐材料。 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种说法,认为柳无邪在放烟雾弹。 主要目的,从战术上打垮黄桃,此此用心之歹毒,黄丹师切记不要中了他的圈套。 支持黄桃的那些炼丹师,纷纷站起来提醒,让黄桃不要中计。 是不是攻心计,已经无关重要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只有最后一刻,才能分出胜负。 黄桃脸色逐渐恢复平静,听到蓄灵丹三个字,内心确实一阵,险些让他心神失守。 只要他原神不守,炼制气血丹失败的概率大大增加。 就算成功,丹药品质也会大打折扣。 回想起来,眸光中闪过一丝凝众,雷想到柳无邪小小年纪,竟懂得攻心之术。 杀人诛心,就是这个道理,从战术上击垮你,从战略上藐视你,从实力上碾压你。 猜透柳无邪心思之后,黄桃嘴角浮现一抹冷笑,打开火闸,更加强大的火焰从地下冒出来。 黄桃不敢有丝毫大意,一束束火焰,从自己的掌心冒出。 异火,很多低级炼丹失,发出一阵阵叫声,异火非常的罕见,尤其是炼丹失,拥有异火,炼制丹药不论是速度还是品质,远远超出普通火焰。 果然都是气血丹材料,而且是市面上常见的药材。 气血丹的丹方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各大宗门都有掌握,只是想要大面积投产,只有天保宗跟青红门能做到。 其他几种八品丹药,丹方严格保密,任何人不得泄露。 毕宫宇申请了一部分灵药,普普通通,只有几株珍贵的八阶灵药,大多数灵药,基本满大阶都能买到。 柳乌鞋敢让毕宫宇当众炼制蓄灵丹,就不怕别人能通失血液。 炼制手法才是最重要的,配方反倒是次要。 就算泄露丹方,没有他的指点,任何人休想炼制出来蓄灵丹。 开什么玩笑,他就拿这些灵药炼制出来蓄灵丹。 人群突然炸开了锅,被毕宫宇挑选的灵药都笑了。 毕宫宇拿出来的那些灵药,更加确定了之前那名炼丹师的猜测,柳乌鞋使用的攻心计。 人家可以平靠一张嘴啊,黄桃一名弟子站出来,就在刚才不久,柳乌鞋用这句话羞辱过莫兰。 现在反过来用在柳乌鞋身上,这些灵药如果能炼制出来蓄灵丹,我立即跪下来吃屎。 黄桃这些年没少收取弟子,十几名弟子聚集在一起,发起各种嘲讽声。 宗林,去准备一下,柳乌鞋突然睁开双眼,让宗林去准备一下。 好了,既然他有这个癖好,我一定满足他。 宗林屁颠屁颠地离开了,拿着一个坛字,不知道做什么去了。 恶恶心人,柳乌鞋是他们的鼻祖,看着宗林的背影,不少人一阵恶寒,柳乌鞋不会真的让他去弄死了吧? 大家也就是想想,真的弄来了,那岂不是恶心死了? 黄桃已经进入炼丹环节,双手结印,一枚枚灵要丢入炼丹炉。 好一套万宗归流的手法,柳乌鞋在世俗界的时候,就见识过丹宝阁的炼丹手法,出自天宝宗的万宗归流。 只不过流传到世俗界,只是一些皮毛而已,许多炼丹师站起来纷纷鼓掌,亲眼见到黄大师炼制丹药,让很多人大饱眼福。 毕宫宇虽然说炼制丹丹,却没有几个人相信,大部分目光,依旧聚集在黄桃身上。 如此机会,可是千载难逢。 亲眼目睹八星炼丹师炼制丹药,等于一尊老师,当面指点你的炼丹术。 晴云流水,几乎是一气呵成,我猜测这一炉最少能出15颗气血丹。 一尊八星炼丹师树起了大拇指,换成是他,都做不到这一点,黄桃今天有些超常发挥。 报仇心切,黄桃几乎拿出了压箱底的绝活。 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手印,完美无瑕,几乎找不到一处瑕疵。 奇怪的是,柳无邪对他这套炼丹术,不敢一点兴趣。 除了刚才睁开双眼,很快闭上眼睛,继续沉寂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炼制八品丹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急不得。 宝丹丰丹药比拼,惊动了很多人,连一些闭关的长老,纷纷出关,前来观摩。 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们两人怎么会在这里比拼丹药? 一尊话英镜长老从人群中钻出来,一脸疑惑地朝身边的人问道。 很快有人将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 胡闹,简直就是胡闹,他竟然扬言要炼制续灵丹。 前来的那些长老认为在胡闹,续灵丹那可是九品丹药,需要的灵药极其苛刻。 天宝宗目前保留一份残缺的丹方,上面记录的灵药,很多早已绝技了。 一选找过宗主,连宗主都没有办法,可想而知,续灵丹的难度有多大。 正因为续灵丹市面上没有,而且级别又高,柳无邪在不抢夺天宝宗丹药市场的情况下,只有炼制续灵丹这条路。 药材更改之后,价格要比一般的七品丹药还要便宜,最后定价多少,完全是柳无邪一人说了算。 你们发现了没有,毕宫与炼制手法,每一次好像都不一样。 很多人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多炼丹师,炼制的手法基本固定,炼制不同的丹药,手法最多稍微变化一下,但是绝对不会变化太多。 毕宫与炼制续灵丹跟炼制回灵丹,完全不同,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每一个手法,仿佛反其道横支,让人捉摸不透。 很快就知道了,一会看他们怎么出丑吧。 一个时辰过去黄桃那边已经接近尾声,气血丹接近承担的程度。 毕宫与这边还有好几株灵药没有放进去,距离承担还有一段时间。 直到快要炼制结束的时候,松灵右手提着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刚才拿走的坛子。 一阵阵臭气,从袋子里面传出来,拿圆点,提着袋子走回柳无邪身边,柳无邪赶紧捂住鼻子,让他拿圆点。 清鲜热乎的,绝对保证让他满意。 松灵黑黑一笑,提着袋子走到一旁,令周围那些弟子纷纷逃逝地离开,不敢靠得太近,以免沾染污秽之物。 刚才说柳无邪赢了跪下吃屎的那名弟子气得脸色铁青,塞帮子都鼓起来,谁会想到,松灵真的拿来了。 第504章震惊天宝宗,一半个时辰后黄桃先结束炼制,一炉上好上的气血丹炼制成功。 等大家猜测得差不多,一共14颗,颗颗圆润饱满。 那些弟子纷纷上前,拿出衣服,披在黄桃的身体上。 师傅威武,这个小子死定了,持四颗气血丹,在场除了九星炼丹师,没有人能赢他。 水也没有上前检查,黄桃人品虽然不咋地,炼丹数在十名八星炼丹师当中排名中上游,这些丹药间隔很远,都能闻到浓郁的香气。 接下来看壁宫宇的表现了,能不能击败黄桃,就看这最后时刻。 随着最后一株灵药丢入炼丹炉,终于进入宁丹阶段。 一团团淡淡的阴云出现在丹炉上空,你们快看,阴云之气,难道他真的要炼秩序灵丹? 突然出现的阴云之气,让很多人大惊失色,发出一阵震惊呼声。 黄桃心里咯噔一声,他炼丹百年,只出现过一次阴云之气。 今天又是丹云,又是阴云之气,让他心里七上八下。 出现一次也许是巧合,连续出现两次,这就说不过去了。 不少人悄悄地看向柳无邪,每个人看向他的眼神,充满着敬畏。 什么样的师父,才能叫出如此妖孽的弟子。 刚才嘲笑柳无邪的那些弟子,纷纷闭上了嘴巴。 一旋突然站起来,恨不能上去帮助避宫于一把。 他对练丹术一窍不通,只能干着急,一难枯瘦的手掌紧紧地捏住椅子扶手,想要站起来,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经脉早已萎缩在一起。 阴云之气越来越浓,形成一座丹药的形状,场面甚是壮观。 每个人都被眼前的一幕锁惊呆了,小小的天刚静,竟然能炼制出如此妖孽的丹药。 还未彻底承担,恐怖的丹药香气,充斥整个广场。 怎么回事,我受伤的经脉竟然在愈合。 靠得近一名弟子突然发出惊呼声,他手臂上有一条经脉,被人用长剑击中,导致经脉受损。 这么多年过去了,经脉一直没有恢复,严重影响他的实力。 吸入大口的香气,他受损的经脉,居然在愈合。 简直是不可思议,去临丹,真的是旭临丹。 无数人疯狂了,如果真是旭临丹,岂不是打破了丹药界的平衡。 他们天宝宗,瞬间抢占丹药市场,夺回属于自己的地位。 这些年天宝宗一直被金鸿轮打压,旭临丹一旦问世,天宝宗地位将一飞冲天。 难怪这些弟子都疯狂了,最可怕是旭临丹的药效。 试问在场这些人,谁经脉没有受过伤。 一旋搜的医生,站在避宫羽身后,生怕避宫羽有什么闪失,或者说,他担心旭临丹出现,被人抢走。 单相似义,黄桃终于站不住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空间一阵扭曲,虚空上出现一道人影,谁也没有发现。 这小子,还真是给我一个大惊喜。 沐天梨说完,身体一点点消散,只是一道意念演化,本体还在修炼。 打完最后一道手印,毕宫羽泪的气喘吁吁。 当着这么多人炼制,压力很大。 输了,师父就要丧命,他输不起。 从面至到现在,神经一直绷紧,成功的那一刻,突然坐在了地面上,一旋迫不及待掀开丹炉,里面躺着五颗丹药,伸手一招,落在手心。 去灵丹,真的是去灵丹,一旋老泪纵横,这五年时间,他踏遍了整个南狱,为了给孙子寻找一枚去灵丹。 久过人,被人利用过,这些年一旋吃了多少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末冲冲上前去,想要从一旋手中抢到一颗,却被一旋紧紧抓住。 今天谁也休想从他手里抢走一颗蓄灵丹。 尊子身体里面的筋外受损严重,一颗也许不够,可能需要三颗,也许五颗,一旋不确定,所以打算全部占有。 无邪,这五颗蓄灵丹能不能送给我? 一旋大步走到柳无邪面前,一副央求的语气。 今晚到目光奇刷刷地看向柳无邪, 那可是一旋长老啊,堂堂话英镜巅峰强者,居然要求一名普通弟子。 这要是传出去,岂不是震惊天下? 这些蓄灵丹,原本就是送给一旋长老的。 柳无邪瞬间从椅子上站起来,扶住了一旋长老。 好好好,等我孙子好了之后,我在灯门打谢。 一旋长老直起胸膛,压抑在心口的憋闷之气,一扫而空。 五眉蓄灵丹,就算不能恢复一男身体里面的筋脉,让他变成普通人完全没问题。 只要不坐在椅子上,成为一介凡人,替他传宗接待即可。 说完,转身就要将丹药喂进孙子的嘴里。 等等,柳无邪突然叫住了一旋,后者一愣,以为柳无邪反悔了。 这是一瓶万年忠乳,利用忠乳,先固化一下受损的筋脉,再吞浮去灵丹,效果更佳。 这样直接吞浮下去,筋脉的撕裂痛处,可能直接让令孙活活痛死。 柳无邪拿出一瓶忠乳,递到一旋长老手中,后者尽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旋一咬牙,反正已经欠了柳无邪一个天大的人情,不在乎多欠一个。 没有人打断一旋长老,每个人对蓄灵丹持有怀疑态度,只有现场测试,才能验证丹药的真实性。 总不能现场废掉一名弟子,破坏他的筋脉,再来实验丹药。 一男就是最好的人选,他的筋脉受损非常之严重,天宝宗几乎无人不知。 服用万年忠乳之后,一男脸上多了一丝血色,经脉传来阵阵酥麻感。 万年忠乳效果极佳,是锤炼肉身最好的灵药。 经脉上面覆盖一层淡淡的薄膜,这样吞服蓄灵丹,就不会出现剧烈疼痛了。 小心翼翼将丹药送入孙子的口中,一旋输入蒸汽,替孙子梳理经脉,尽快让药效化开。 今晚到神时,进入一男的身体,查看蓄灵丹的效果。 丹药在一旋蒸汽梳理之下,迅速溶解,进入四肢百骸。 左过之处,受损的经脉,迅速愈合。 好强的蓄灵丹,要比外界传言的蓄灵丹效果还要强一倍。 墨充震惊在原地,无法想象,这枚蓄灵丹竟然有如此效果。 丹荷的经脉,犹如灌住了甘醇的液体,梳理经脉断裂的地方,一点点续接上。 你们快看,树里的经脉上覆盖一层淡淡的物质,这样下去,经脉不仅能全部恢复,要比之前还要强大。 又是一尊九星炼丹师发出惊呼声,这个发现,让所有人物瞪口呆。 正常九品蓄灵丹,只能续接经脉,无法强化经脉。 毕宫语炼制的这枚蓄灵,不能能将经脉续接上,还能强化,让经脉变得更加坚韧。 奇怪的是,每个人的目光全部看向柳无邪,而不是毕宫语。 丹药虽然是毕宫语炼制,但是大家心里非常清楚。 三个月前毕宫语炼丹术很一般,勉强接近六星炼丹师。 柳无邪回来之后,毕宫语的炼丹术突飞猛进,只有一种可能,得到了柳无邪指点。 好可怕的丹药,这要是投放到市场上,岂不是疯抢? 就算经脉没有问题,吞服这种蓄灵丹,可以让经脉变得更强大,增加自身天赋。 很多人境界一直停滞不前,因为经脉承受不住更加强大的真气,才会原地踏步。 柳大师,我叫朱三,以后多多关照,一尊七星炼丹师突然凑到柳无邪面前,点头哈腰,一副哈巴狗的样子。 大师在那里,柳无邪指了指毕宫语,他自始至终没打算进入宝丹峰,之所以挑战黄桃,是给毕宫语铺路。 叫朱三的男子一脸苦笑,大家心知肚明,柳无邪才是真正的大师。 相比起柳无邪这边,毕宫语身边围着一群人。 柳无邪异常高冷,让人无法靠近,反倒是毕宫语,很是亲切,只要前来打招呼的恋丹师跟弟子,都是一师同仁。 转眼半个时辰过去,一男身体里面的筋脉恢复一半左右。 最多三天,他身体中的筋脉,就能全部恢复。 一股狂暴的气势,从一男身体里面迸发而出。 五年了,真气回归的那一刻,境界节节攀升,直逼高级天向静。 五年隐忍,一招迸发,一旋激动的直抹眼泪,看到孙子真气一点点恢复,完全没有一副长老的样子。 爷爷,孙儿对不起你,一男双腿经脉恢复之后,突然跪下来,朝爷爷磕了三个响头。 好好好,快起来,一旋连忙扶起一男,曾经叱咤风云的一旋长老,此刻一脸祥和。 可以肯定,碧宫女炼制的蓄灵丹药效非常之强。 至于极品,已经无关紧要了,柳无邪说是食品,在场也没有人敢反驳。 从使用的灵药上来看,勉强算是接近八品丹药。 有人目光不自觉地朝黄桃看去,他们之间还有生死决斗。 这一战,碧宫女几乎是以碾压的方式,赢了黄桃。 他炼制的十四枚气血丹,依旧摆在炼丹炉之中,早已无人问津。 只要有资源,任何人都能买到气血丹,这是市面上最常见的丹药之一。 黄桃面色惨白,站在身边的弟子,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经过脸色阴沉得都能滴出水来,谁会想到,柳无邪真的赢下了炼丹比拼。 他派将功名诛杀柳无邪,结果死在柳无邪手里。 黄桃出战,依旧不是柳无邪的对手,轻悟有些后悔了,是不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饺子,滚过来,刚才谁说的,如果我们赢了,你跪下来吃屎。 一道通雾的声音响起,松灵提着弹子朝那名男子走去。 第505章死,一枚蓄灵丹,震惊天宝宗。 消息不断地传出去,还有更多的人朝这边赶来。 这个时候,松灵提着弹子,朝那名男子走去。 师父,刚才扬言毕恭与赢了跪下吃屎的男子一步步后退,目光看向黄桃。 此刻的黄桃,哪有心思顾及其他人? 滚海中的生死咒一点点收缩,原神不断被挤压,像是一头野兽,发出低沉的吼叫。 生死书签上,种下生死咒,除非对方主动解除,没有人能破解生死咒。 刚才你不是很狂吗?东西在这里,赶紧给我跪下。 松灵天不怕,地不怕,直接拿着弹子走到男子面前。 你找死,男子豁出去了,就算是死,也不能跪下吃屎。 话音一落,一掌朝松灵碾压下来,实力极其强横。 松灵不过天刚静,根本不是精英弟子的对手,就在这个时候,两道寒芒闪烁,啊啊接着是两声惨叫,站在松灵面前的男子突然跪下来,膝盖骨全部碎裂,痛得呲牙咧嘴。 柳无邪出手了,两道寒芒正是寒冰之气演化。 我的人你也敢动,刺骨的寒气,弥漫整个广场,柳无邪强势崛起,已经无人可挡,连那些老牌精英弟子,此刻见到柳无邪,都战战兢兢,不敢多说话。 妈的,你竟然敢动我,老子让你吃个饱。 松灵愤怒了,不是大哥出手,他现在早就被对方一掌拍死。 拿起手中的弹子,直接扣在男子的脑袋上。 顿时间,汁水似箭,呕接着,此周传来一阵阵干呕的声音,一弹子黄色织物,扣在男子的脑袋上,顺着他的脸颊,一点点滴落下来。 柳无邪,你太恶心人了,很多人对柳无邪非常不满,执行者虽然是松灵,真正幕后操控还是柳无邪。 没有他的准许,松灵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石尿将男子全部包裹,站在周围的师兄弟,全部逃寺地离开,以免沾染污秽之气。 尤其是那些女子,胆汁都要吐出来了,秋炼到天刚静,身体早已没有污垢,不吃不喝,每日吸收灵气为食。 这些污秽之物松灵从哪里找来的? 跪在地面上的男子完全猛了,石尿顺着他的鼻子钻入鼻腔,钻入他的口中,忘记了反抗。 足足过去三个呼吸时间,像是疯了一样,突然冲入人群,朝山脚底下河流冲去。 左过之处,每个人捂着鼻子避开,以免沾染上。 一场闹剧,很快结束,黄毛匹夫,你输了,还不自尽,逼宫与目光朝黄桃看去,浓郁的杀气,笼罩整个广场。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他们之间的生死都还未结束。 黄桃坐在椅子上,脸色煞白,他还不想死。 目光情不自尽朝青木看去,发现青木劈过脑袋,不愿意跟他正视。 黄桃一颗心沉到了谷底,这个时候青木站出来,纯粹是自讨没趣,胜负已分,他站出来,只会把他当成跳梁小丑。 柳无邪,今日我输了,输得不冤枉,能不能给我一条火路? 黄桃终究是放下了所谓的尊严,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柳无邪面前,希望能活命。 不能,柳无邪很干脆地回答两个字,他今日来到保丹丰,目的就是杀人,杀得他们胆寒,杀得他们惧怕,以后他在天保宗的地位,才会更高,没有人再敢招惹他。 众人沉默,如果换作是自己,会饶过黄桃吗? 谁也不知道,毕竟他们没有经历过,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当日善必公于耳光,踢下宝丹丰,等于打了柳无邪的脸。 除此之外,黄桃又是青木的人,谁不知道青木欲要置柳无邪于死地。 今日放了黄桃,明日一定联合其他人,想办法捣死柳无邪。 以杀只杀,无疑是最好的方式,敌人多死一个,柳无邪就少一个对手。 柳无邪,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 黄桃突然歇斯底里,如同一个疯子。 大弟子莫兰废了,其他弟子更是鸟兽轰散,得知他输掉脸丹,纷纷选择跟他保持距离。 当日你羞辱我弟子的时候,可曾想过会有今日。 柳无邪懒得跟他废话,操控原神上的生死咒。 啊啊啊一声声淒厉的鬼叫声,从黄桃的口中发出。 两人魂海之中都有生死咒,赢得一方,可以操控生死咒,诛杀对手。 原神传来剧烈的撕裂感,痛得黄桃满地打滚。 周围陷入一片沉默,默充叹息一声。 他虽然跟黄桃有些恩怨,看到黄桃落到这个下场,难免心情低落。 其他恋单诗意是如此,黄桃虽然嚣张霸道,对待自己的弟子,还算不错。 青木,救救我黄桃双手捂着脑袋,发出痛苦的求救声,让青木救救他。 大量的目光,落在青木身上,大家心知肚明,毕宫雨前来保丹风,想要成为其中一员。 黄桃是受到青木的指使,才针对毕宫雨。 柳无邪,你立即放了黄桃,青木终究是站出来了,任由黄桃死去,以后谁还敢替他做事。 放了他,柳无邪发出一声讥笑,就凭你一句话我就放了他,你算个什么东西。 公然怒对九星恋丹师,还是话应尽强者,柳无邪哪里来的勇气。 已经跟青木撕破脸皮,没有必要再客气,公然被柳无邪骂做什么东西。 青木起得双拳紧捏,如果不是场中众多高手在场,早已一巴掌拍死柳无邪。 很好,柳无邪,我会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青木深吸一口气,平息愤怒的情绪,此刻不宜动怒。 这种没营养的威胁,柳无邪都听腻了。 你想杀我,柳无邪毫不避讳地问道,没错,我很想杀你。 青木同样没有避讳自己想要杀死柳无邪的决心。 那我拭目以待,柳无邪嘴角浮现一抹邪笑,从雪海磨岛回来之后,除了指点他们之外,修为一直没有落下。 距离天象五重越来越近,只要他突破高级天象镜,实力又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况且他还有天行长老在,现在又多了一旋长老,在天宝宗,青木想要对付他,难于登天。 以后离开宗门,小心一点便是,目前最要紧,抓紧时间突破新河境,这才是最重要的。 生死咒还在侵蚀黄桃的魂海,五官都在流血,模样看起来惨不忍睹。 原神彻底炸裂的那一刻,黄桃四肢一蹬,身体软绵绵地倒下。 炼丹笔拼随着黄桃的死,终于结束了。 毕宫宇成功接替了黄桃的位置,成为宝丹峰八星炼丹师。 原本打算赐予他九星炼丹师徽章,却被毕宫与拒绝,拿到八星,已经很满足了。 一行人回到柳无邪的洞府,每个人脸上充满着兴奋之色。 柳师兄,刚才有超过五百人,愿意加入我们天道会,我们该怎么做? 白铃走过来,柳无邪大杀四方之后,已经有很多弟子,愿意加入他们的天道会。 这些名单你们先记录下来,则用录取,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派上用场。 柳无邪点头,今日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 不仅挽回了这三个月颓废之势,还打响了天道会的名声。 更是拉拢了一旋长老,收获非常之大,天道会的事情,以后交与范针打理,柳无邪没有太多时间,他要忙着修炼。 一晃两天过去,宝丹峰的事情,大家还在津津乐道。 期间很多人来找过柳无邪,希望买到一枚蓄灵丹,全部被蓝鱼拒绝。 柳无邪这两天,一直没有露面,常人根本见不到他。 大家只好作罢,等蓄灵丹问世,再想办法购买一枚。 见过天行长老,蓝鱼正要出去办事,迎面碰到天行长老,没打招呼,就直奔柳无邪洞府。 那个小子呢,只有天行,才敢这么称呼柳无邪,直呼小子。 柳无邪离开这三个月,没有天行照顾,蓝鱼等人早就死于侯岳之手。 见到天行,蓝鱼一脸的恭敬,师父在洞府等候天行长老多时了,蓝鱼做出邀请的首饰,心里暗暗嘀咕,师父怎么知道天行今日会来找他。 这小子,他是鬼灵精吗,知道我今天来找他。 天行一阵无语,他发现有时候跟柳无邪谈话,不像是跟一个少年人,而是一个活了几千年的老怪物,连他都摸不透柳无邪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带着天行,穿过洞府长廊,走进大殿,柳无邪果然坐在那里,连茶水都泡好了。 晚辈柳无邪,见过天行长老,对待别人,柳无邪冷冰冰的,见到天行,却非常的恭敬,丝毫不敢怠慢。 你知道我今天会来找你,天行也没客气,两人关系早已不分彼此,不是师徒,却胜死师徒。 坐在位置上,柳无邪替他侦察,蓝鱼悄悄地退出去,两人谈话,不宜让外人听到。 我不仅知道你今天会来找我,而且还知道,你是受人所托,只是中间传话人而已。 柳无邪放下手中的茶壶,坐在天行对面,笑咪咪地看着他。 天行突然凑到柳无邪面前,大眼睛盯着他,希望从柳无邪脸上看到点什么。 你是不是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天行突然问道,如不出我所料,这两日时间,很多恋丹师都在尝试恋秩序灵丹吧,无一例外全部失败,这其中还包括了宗主。 柳无邪笑咪咪地说道,第506章合作,天行突然站起来,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柳无邪。 还未开口,他想要说的话,全部被柳无邪说完了,连柳无邪都知道,他是中间传话人,真正想要见他的,绝非天行。 你真是一个怪物,你说的没错,这两日大家都在尝试恋秩序灵丹,全部失败。 天行一脸颓废,跟柳无邪谈话,一点不占优势。 两日前毕宫与炼制的时候,所需要的灵药,包括投放步骤,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奇怪的是,他们完全按照毕宫与的炼制方法,却无法炼制出来。 这就很诡异了,步骤一样,需要的材料一样,还是无法炼制出来,只有一种可能,炼制手法。 宗主让你来的吧,柳无邪没有在这个话题纠缠下去,旭灵丹的炼制之法,他没打算推广,他从不做没有利益的事情。 旭灵丹市场,他想一人独占,这是一块大肥肉,整个难遇这么大的市场。 旭灵丹一旦问世,柳无邪每天会有源源不断的收入,再也不用担心资源问题。 没错,宗主想见你一面,天行突然变得无比凝重。 精英弟子被宗主召见,以往不是没有,绝对屈指可数,而且柳无邪才加入天宝宗当一年时间。 什么时候见面,柳无邪也想见见天宝宗的宗主,他加入天宝宗,完全是因为一个人,到现在为止,他还没见到那个人。 现在,天行说完站起来,茶水也没喝,就要带着柳无邪去见宗主。 两人一起踏出洞府,天行带着柳无邪,穿过重重建筑。 加入天宝宗一年时间,还是第一次进入主殿。 鬼童树施展,细时不断地朝四周延伸,每一个角落,尽收眼底。 主风的环境,要比其他地方好数十倍,灵气浓郁,鲜鹤成群。 一层层祥云从头顶飘过,如同室外桃源,两人速度不急不缓,天行主要让柳无邪多熟悉一下四周的环境,以后可能还会前来。 走了约莫一炷香时间,这才站在山顶上。 顿时有种一揽中山小的感觉,主风最高,高达万丈。 一层层洁白的云朵,从他们的脚底下飘过,如同人间仙境。 主殿很大,非常的宏伟,如同一座穷楼阁雨,矗立在山顶之上。 还未靠近,一股古朴沧桑的气息,扑面而来。 门围上雕刻天宝神宗四个大字,金光闪闪,比风刚进有力,几乎能穿透门围上的木板。 踏入这里,不由自主心生肃穆,不敢有一丝亵渎,这是天宝宗最神圣之地,任何人到了这个地方,都要心怀敬畏,柳无邪也不例外。 你自己进去吧,天行只是负责带柳无邪过来,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朝天行居了一躬,柳无邪大步朝主殿走去。 跨过巨大的门槛,地面竟然用罕见的白象玉石铺设而成,极其滑贵。 两侧的石壁上,雕刻许多奇奇怪怪的纹路。 四根主子,占据四个方向,每根主子下面,都有一尊神兽托柱,分别是东青龙,西玄武,南朱雀,北白虎。 镇守四面八方,一股浩瀚的气息,从主殿深处涌出,仿佛是一扇无法推开的门户,谁也不知道主殿深处到底有什么。 只有历代宗主,才有资格出入此地,任何人前来,只能从外面大门而入。 踏入大殿之后,四周无人,主殿没有宗主召唤,任何人前来,都要提前通知宗主,不得踏入一步。 晚辈柳无邪,拜见宗主,柳无邪朝须空爆了一拳。 幻音落下,在柳无邪前方十米处的地方,空间一阵扭曲,一道人影从里面走出来。 分外化身,柳无邪暗自吃惊,出现的人影,并非本体,而是一道本体分身。 却拥有本体一样的智慧,所有的思想,都是由本体来操控。 早就听隐儿提及过你,今日一见,果然没令我失望。 穆天灵坐在宗主的位置上,示意柳无邪坐下说话。柳无邪并未坐下,依旧站在大殿中央位置。 承蒙穆姑娘照拂,我才有今日这番成就,晚辈对穆姑娘一直感激不尽。 柳无邪说的是实话,当日在苍蓝城,没有穆月影出面,早就死在薛家之手。 后来踏足地都城,是穆月影一次次帮助她化解危机。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过来。穆天灵不喜欢废话,直接开门见山,知道,柳无邪点头,你怎么想的? 穆天灵问道,一切听凭宗主安排,两人像是达雅明一样,却不妨碍他们交流。 你很聪明,穆天灵突然哈哈大笑,身体厚痒,嘴角浮现淡淡的笑意。 柳无邪一头黑线,这不是聪明,这叫食食物。 去灵丹太眨眼了,以她现在的实力,大面积推广,必定遭人寄予,如果由宗门出面,那就未必了。 多谢宗主夸奖,柳无邪还是客气地回了一句,你是聪明人,我们之间就不要打雅迷了。 最近两日,大批订单吓到我们天宝宗,需要采购续灵丹,单凭必供与一人,很难供应。 穆天灵皱着眉头说道,订单数量太大了,必供女一个人,根本无法供应,其他人又炼制不出。 宗主想要从我身上得到炼制手法,柳无邪同样是皱着眉头问道,我知道你跟附近几座大城药铺预要合作, 你可想过,这些药铺都是吃人不徒骨的主,迟早会独吞你的丹药,我叫你来,绝不是单纯想要蓄灵丹炼制之法,而是跟你谈合作。 穆天灵一番话,让柳无邪惊出一身冷汗,没想到他跟附近几座大城药铺来往,他都一清二楚。 不知宗主想要怎么合作,柳无邪脸上没有任何异样,不论遭遇任何事情,都能做到淡定从容。 你提供蓄灵丹,我负责提供原材料根根销售,分成五五,你看如何。 跟大城那些商铺合作,虽然是三期,却并不安全,随时会被吃掉。 如果能跟宗门合作,就算吃点亏,相比起跟其他人合作,安全这一块不用担心。 天宝宗三个大字,就是最大的靠山,看似少了两成,其中原材料就占据一成多,整体算起来,柳无邪并不吃亏,还节省了很多麻烦。 说心里话,柳无邪没有理由拒绝,从任何方面考虑,占便宜都是柳无邪,他甘拿五成,宗门还要负责销售,负责原材料,两样就要占据两成,真正收入只有三成,柳无邪才是赚大头。 只是想不明白,宗门为何这样做,明显是偏袒与他,难道也是沐月影的关系? 我有理由拒绝吗?柳无邪摸了摸鼻子,宗主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他要是选择不合作,以后很难在丹药市场走得长远。 虽然他没打算抢占天宝宗丹药市场,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蓄灵丹是他搞出来的。 要是搞两种销售模式,等于告诉外人,天宝宗分裂了。 既然你答应了,现在我们商议一下接下来如何运作,你每天能出产多少蓄灵丹? 穆天梨不喜欢拐弯抹角,既然柳无邪答应了,直接商谈合作事项。 宗主跟弟子商谈合作,怎么听起来很是别捏。 天宝宗成立至今,不是没发生过,但是极少。 我需要几个信得过的恋丹丹师,无条件对我忠诚。 丹平毕宫与一个人,每天最多恋之一百科,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他这边虽然同意跟宗门合作,但是灵服那一块,不想放弃。 一旦跟宗门合作不愉快,还有退路,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他们都是我的人,绝对忠心, 我已经告诉他们,无条件服从你的安排。 沐天里手中出现一张名单,都是宝丹封链丹师的名字。 柳无邪扫了一眼,足有七人,将名单收进怀里,等回去的时候,交给毕宫与去安排。 五日之后,每天提供一千枚蓄链丹,有了这些链丹师,柳无邪给出一个数字。 一千枚,沐天里有些为难,一千枚依旧无法满足市场上的需求。 天宝宗想要超越青鸿门,这是一次机会。 除了蓄链丹之外,我每天还会提供天雪丹,即别在气雪丹之上。 柳无邪突然冒出的一段话,让沐天里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有了这些丹药,抢夺青鸿门丹药市场,把握更大了。 好,颖儿没有看错你,沐天里狠狠拍了一下大腿,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柳无邪非常的冷静,得到宗主赞赏,丝毫没有得意之色。 说,沐天里表情很是祥和,丝毫没有把柳无邪当成弟子看待。 获得的资源,我不希望全部是零食,例如我想要什么东西,宗门替我找到,资源从利润里面扣除。 赚钱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标,是努力突破修为,再多的零食,对他帮助不大。 好,沐天里答应柳无邪的条件,接下来谈话就随意很多,任何一位长老站在这里,面对宗主身上释放出的真玄威压,浑身很不自在。 从柳无邪身上看不到一丝不适,天道神书展开,落下来的真玄之势,被天道神书全部吸收。 宗主,我有个私人问题想要问一下,合作的事情谈妥之后,柳无邪突然站起来。 你在温影儿的下落,沐天里眼眸中闪过一丝一样,从近来到现在,柳无邪一直没问,以为他不打算问了呢? 这两章都是布局,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新的征程即将开启。 第507章天明战场,加入天宝宗一年多时间,按理说沐月影早就应该见他了,为何一直不见人影? 他也打听过很多人,只是知道大小姐这个人,见到的人极少。 是,柳无邪点头,他跟沐月影关系犹如姐弟一般,这么久没见,有些不寻常。 他不在天宝宗,这个回答,在柳无邪意料之中,沐月影果然不在天宝宗,那他现如今身在何处? 柳无邪继续追问,天明战场,沐天里回道,柳无邪第一次听说天明战场,从书籍中从未阅读到过。 这是什么地方?柳无邪好奇地问道,一个很残酷的地方,你如果想去,等你突破星河境的时候,我送你过去。 沐天里没有说太多,以柳无邪现在的境界,根本无法进入天明战场。 好,柳无邪答应了,越是残酷,才能更快让他成长起来。 回去吧,今天的谈话,不要对任何人提及。 沐天里的身体一点点扭曲,空间一阵波动,大殿只剩下柳无邪一人站在原地。 从大殿之中走出来,正要下山,发现天行还未离开,在半路上等他。 谈完了,谈完了,一老一哨并肩往山下走去,宗主对你很照顾,从你加入天保宗开始,宗主一直很留意你,包括这次练单比拼,亲目欲要除掉你,是宗主站出来阻止的亲目。 天行怕柳无邪对宗主有反感,突然停下来,一副语重心长的口气。 跟宗主单要合作的事情,天行应该还不知道。 我知道,柳无邪点头,从沐天里眼神之中,柳无邪能看到很多事情。 这一年多来,犯了这么多错,杀了这么多人,还完好无损,上面没有人照着,柳无邪很有可能早就曝尸荒野。 靠着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方面,宗主的照幅也是其中之一,才一步步走到今天。 他希望你参加半年后的天山论道,你要好好准备一下,还有三个月时间了。 天行继续迈步往下走,天山论道,柳无邪眉头一皱,刚知道一个天明战场,现在又多了一个天山论道,为何他一点不知情。 回去好好了解吧,藏书店有这方面的书籍。 天行让柳无邪自己回去了解,他只负责告诉柳无邪,三个月后参加天山论道。 我可以不参加吗?柳无邪摸了摸鼻子,不想被人牵着鼻子走。 天山论道跟他有毛关系,他还要忙着修炼。 不行,我已经答应了宗主,就算把你捆着,也要送去。 天行一副不要脸的样子,气得柳无邪只翻白眼。 柳无邪只是随口一说,这五大路他走了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 还有很多地方没去,多见识一下世面,没有坏处。 天行长老,我有一事不明白,两人离开主峰,走到无人小径,柳无邪突然问道。 说吧,天行丝毫没有架子,其他弟子碰到他,说话都结结巴巴, 唯独跟柳无邪,像是一个长者一般,念慕慈祥。 亲慕的做法,已经触犯了宗门底线,宗主为何一再忍让? 柳无邪很不理解,贵路一旋,暗中蓄意谋杀柳无邪,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很多事情,按理说早就触犯了宗规,为何一点事情都没有? 天行是执法堂长老,早就应该拿他试问,却选择了沉默。 他师父很厉害,天行说完,浓浓地叹息一声,整个人变得颓废, 不再搭理柳无邪,大步往前走,提及轻木,心情就很不爽。 柳无邪犹豫了一下,想通了其中道理,天宝宗就像是一个世俗皇朝, 里面关系盘根错节,非常的复杂,他现在触摸得不过冰山一角。 很多事情,连宗主都无权过问,回到住处,毕宫女被他召唤回来, 师父,这是两日我炼制的蓄灵丹。 毕宫女见到柳无邪,先是行礼,随后拿出一堆蓄灵丹,交到柳无邪手里。 单要你先留着,我们的计划可能要做些调整,等范老还要兰鱼他们过来,一起商议。 柳无邪没收,单要这一块由宗门出面,省去了他很多麻烦。 不到斩查时间,范真还有兰鱼等人纷纷前来。 这些都是天道会出使人员,也是最核心层次,柳无邪有什么事情,交于他们去做。 至于后加入的成员,柳无邪暂时不想接见,由范真安排即可。 无邪,师父,柳师兄,众人进来之后,纷纷行礼,人都到齐了,现在我说一下接下来的安排。 柳无邪示意大家坐下,不要那么拘谨。 无邪,你说,范真站起来,这两日时间,天道会已经出具规模,有些繁忙。 他有管理帝国学院的经验,区区一个天道会,对他来说太小而磕了。 但要这一块,我找到新的合作商,利润不变,安全性更好,大城那边,取消合作。 柳无邪没说跟谁合作,宗主不希望此事传出去。 堂堂宗门跟弟子合作,传出去犹如天保宗名声。 此事还是按地理操作,对外界宣称,柳无邪贡献了蓄灵丹炼制之法,这样大家皆大欢喜。 天保宗赚取了名声,柳无邪赚取了资源,温生发大财才是王道。 谁也没问,范真在记录着什么? 师父,那灵符这一块呢? 蓝鱼突然站起来问道,灵符照常,接下来商谈了一些细节,众人离去,柳无邪揉了揉太阳雪。 最近这些日子太累了,想要好好休息一下,突破天象镜,可以离开天保宗区域,出去走一走了,不知道雪那边怎么样,一年多没见,她现在好吗? 柳无邪思绪回到了苍丸城,想到那绝世面容,心跳突然加速。 不知什么时候,徐灵雪已经走进了她的内心。 此刻的飘渺踪,一处院落,桃花盛开,在桃花树下,站着一名白衣女子,轻视之词,绝视之眼,秀眉微促,眺望着远方。 一年多了,她在哪里,还在帝国学院吗? 柳无邪进入修炼界的事情,徐灵雪并不知道。 徐师姐,向公子又来找你了,一名白衣女弟子从院门外面匆匆走进来,站在徐灵雪身后,小声地说道。 告诉她,我身体不适,暂时不见任何人。 徐灵雪说完,走进屋子,日子一天天过去距离练单笔拼已经过去十日之久,小刀会的人没有继续前来。 可能是因为练单笔拼的关系,柳无邪的地位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小刀会也要掂量掂量。 得罪一尊强大的炼丹师,到底值不值得? 这一天,来了一位客人,一旋长老请进,柳无邪的一时起居,全部由蓝鱼照顾,范针在忙着天道会。 逼宫与那边炼制的丹药,有专人接头,丹药通道特殊渠道卖出去。 一旋身后,还跟着一名青年,玉树临风,除了身材有些消瘦,身上散发出淡淡的阴气。 柳无邪正在闭关,得知一旋前来,从修炼室走出来,邀请一旋坐下,一男,还不拜见你的救命恩人。 一旋没有坐,而是朝身后青年喝道,一男拜见救命恩人。 一男说完就要跪下来,救命之恩,如同再生父母,给父母跪下,倒也正常。 只不得,柳无邪一个见不上前,扶住了一男,在柳无邪一再坚持之下,一男朝柳无邪弯腰行了大礼,这才作罢。 三人各自落座,一男坐在一旁,柳无邪跟一旋面对面坐着。 无邪,这次多亏了你,男儿才能得以康复,大恩不言谢。 一旋唏嘘不已,这几年他想尽了各种办法,谁会想到,这好男儿的人,险些死在他的手里。 当日如果继续改变阵法,柳无邪必定死在其中,男儿也会瘫痪一辈子。 一旋长老客气了,你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保单封的时候,一旋已经感谢过了。 无邪,上次你找到我,只要你能治好男儿,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如今我已经卸掉五纪店长老身份,闲人一个,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尽管吩咐。 一旋还是很上道,不需要柳无邪提醒,当日他们之间已经订好了约定。 只要柳无邪治好一男的经脉,他无条件帮助柳无邪。 晚辈岂敢安排前辈,柳无邪发出一声苦笑,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要是不让我做点什么,我一辈子心里不踏实。 一旋就是那种认私里的人,既然答应了,就一定要去做。 那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目前还真有事情,需要一旋长老帮忙。 柳无邪也没客气,刚才只是客气一声,他花费这么大的手段,无非就是拉拢一旋长老。 请说,一旋让他说,只要不违背良心跟道德的事情,无条件答应。 是这样的,我成立了一个天道会,想必一旋长老已经知道,天道会刚成立,得运浅薄,我想请一旋长老做我们天道会客亲长老,平常不需要做什么。 柳无邪终于说出自己的目的,话说得很隐晦,一旋虽然等值,智商却不低。 自然听出柳无邪话里的意思,目的是借助他,来发展天道会,没有危险,他就是一名普通的客亲长老, 有危险替他化解一下便是。 以一旋长老的身份,天宝宗对他形成威胁的几乎没有。 一旋长老放心,我不会让你白当这个客亲,每个月可以领到50万中品零食,您看行吗? 柳无邪继续说到,第508章离开前夕,一个月50万中品零食,只有柳无邪才有这么大的手笔。 坐在一旁的一男,眼睛突然看向柳无邪。 一个月50万,柳无邪果然财大气粗,下得去血本,才能获得丰厚的收益,一旋脸上看不到一丝震惊,如果是以前,柳无邪一个月付他50万零食,绝对不会相信。 现在不一样了,柳无邪搞出续零单这种东西,可以说是日进斗金,一个月收入几百万零食,非常轻松。 加上零福这一块,柳无邪初步估算了一下,每个月的零食收入,最少在500万到800万之间。 下面还有几十人需要养活,每个月还有不少盈余。 我不需要中品零食,一个月能不能付我五枚上品零食。 中品零食对于一旋来说,没有太大意义。 好,一言为定,柳无邪直接拍板,同意一旋的要求。 上品零食跟中品零食,对于柳无邪来说,基本都一样,他已经跟宗主签订了协议,所得的零食,可以兑换成其他资源。 天宝宗有自己的零食矿卖,每年出产不少上品零食,柳无邪正打算如何跟宗主商量,把零食品级提升上去。 一旋没想到柳无邪答应得如此痛快,眼眸中闪过一丝一样。 市面上大部分流通的还是中品零食,柳无邪去哪里搞上品零食。 疑惑归疑惑,他对柳无邪还是很信任,既然答应了,就会做得最好。 接下来商议一些细节,一旋长老重点任务,以防有人暗中对付天道会。 没事的时候,到城中转一转,天道会还有灵符放在商铺销售。 只要一旋出面,那些商铺自然会收起小心思,一心一意跟柳无邪合作。 目的已经达到,柳无邪心情大好,亲自把一旋长老送出洞府,柳无邪吐出一口浊气。 恭喜师父,收获一元大将,蓝鱼从一旁走出来,脸上同样洋溢着兴奋的笑容。 一旋加入,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天道会的安危。 这仅仅是开始而已,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柳无邪微微一笑,目光眺望远方,前世吃亏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今世他要弥补这个缺憾。 资源的问题解决了,天道会每个月源源不断为他提供,就算柳无邪不出门,每天都有大量的资源送进来。 师父,这两日您不觉得剪姑娘不对劲吗? 蓝鱼突然凑到柳无邪身边,小声地说道。 这几日一直忙着修炼登天道会的事情,好几天没有看到剪心儿了。 陈若嫣这两日倒是出现过两次,不对劲,柳无邪这才想起来,他有三天没见到剪心儿了,这不像是他的风格。 换成以往,剪心儿每天都会前来,三天前,剪姑娘下山一趟,回来之后,就把自己关起来,我去找过她,好像哭过。 蓝鱼身为弟子,不仅要照顾柳无邪衣食起居,还有她的私人生活。 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剪心儿很喜欢柳无邪,是那种刻骨铭心的喜欢。 我去看看,柳无邪离开洞府,朝剪心儿的院子赶去。 她现在还是那门弟子,不愿意跟柳无邪居住在一起。 穿过一条条石阶,半个时辰后,柳无邪站在剪心儿院门外。 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而入,剪心儿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院子里面,背对着柳无邪,显得有些孤寂。 听到有人进来,剪心儿赶紧站起来,转过身子,柳无邪发现她的眼珠子通红。 发生什么事情,谁欺负你了? 看到剪心儿这个样子,一股怒气从柳无邪心底滋生。 你怎么来了,最近你应该有很多事情要忙。 剪心儿露出一丝牵强的笑容,脸上的哀伤之色,还未完全退去。 这几日柳无邪非常的忙,她才没有钱去打搅。 跟我说说,发生什么事情了? 柳无邪拍了拍剪心儿肩膀,论年纪,她比剪心儿还要小几岁, 在某些时候,却像是一个大哥哥一样照顾剪心儿。 没事,剪心儿轻咬背齿,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你我之间,还需要隐瞒吗? 柳无邪双手按在剪心儿的肩膀上,刺目对视,剪心儿的泪水, 无声的滑落,突然扑进柳无邪的怀里。 只有遭到很大的委屈,才会如此伤心。 她快要死了,剪心儿脑袋埋在柳无邪的肩膀里面, 艰难地说出几个字。 谁?柳无邪听得一头雾水,谁要死了? 大脑飞速地运转,剪心儿认识的人, 她基本都认识了,难道还有漏掉的吗? 你父亲,突然想到一个人, 恩,剪心儿点了点头, 不论父亲对她如何不公, 毕竟生他养他,得知父亲要死了, 心里很痛苦。 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人一起坐下来,剪心儿帮助她这么多, 如今她有事,自己不能袖手旁观。 你还记得那日下山发生的事情吗? 剪心儿收起眼泪,抬起头看向柳无邪。 柳无邪点了点头,几个月前她陪着剪心儿下山一趟, 遇到她父亲剪伯通, 还有一名叫藤子军的青年, 一直追求剪心儿。 得知剪心儿已经怀了柳无邪的孩子, 这才信信而归。 从对话中得知, 剪心儿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好吃懒散, 好赌成性, 欠了很多赌债。 大部分赌债, 来自藤家, 为了偿还这些赌债, 剪伯通答应藤家求亲, 愿意将剪心儿嫁给藤子军。 剪心儿怀孕的消息, 彻底打乱了剪伯通的布局, 儿子欠下的外债无法偿还。 藤家开始的时候, 倒没有逼着剪家还债。 直到这个月, 藤家收到消息, 剪心儿并未怀孕, 一直在欺骗他们。 三四个月过去, 如果真的怀孕, 剪心儿快要接近分娩了, 只有一种可能, 当日他们撒谎了。 藤家很是恼怒, 认为是剪伯通联合了女儿来欺骗藤家, 一怒之下, 逼着剪家偿还债务。 剪家已经家图四币, 哪里有多余的钱财偿还, 家产变卖得差不多了。 最后藤家发话, 如果不能偿还所有债务, 就会杀光剪家所有人, 除非履行当日的承诺, 让剪心儿嫁给藤子军。 剪心儿简单将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是谁来找得你? 柳无邪沉吟了一下, 开口问道, 三天前剪心儿下山, 她应该是才知道这些消息。 剪家一名仆人, 剪心儿心里很纠结, 父亲那样对她, 如今家族有难, 按理说, 她可以袖手旁观, 一切都是她们旧游自取。 内心这一关又过不去, 不能眼睁睁看着父亲死在藤家手里。 藤家虽然逼债, 却不至于伤害你父亲吧。 柳无邪皱着眉头问道, 她跑进藤家赌场, 出老千被抓住了, 被打得半死。 剪心儿听到这个消息, 气就不打一处来。 藤家以赌场为生, 她那个不成器的弟弟, 就栽在赌场上面。 不仅输光了家底, 现在连整个剪家都要跟着陪葬。 那你怎么打算的? 事情基本了解清楚了, 柳无邪想要知道剪心儿的打算。 不论她做什么决定, 柳无邪都无条件支持, 甚至给予帮助。 我不知道, 剪心儿现在心里很乱, 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 家族除了父亲之外, 还有叔叔伯伯, 他们对剪心儿很好, 不能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去。 我陪你回去看一眼吧。 柳无邪突然站起来, 打算陪着剪心儿回去看一眼。 不想让剪心儿留下遗憾, 你陪我回去, 剪心儿大眼睛睁得老大, 柳无邪每天太忙了, 还要忙着修炼, 哪里有时间陪她一起回去。 听到这番话, 心里还是闪过一丝甜意, 起码柳无邪把她放在心里。 天道会已经走上轨道, 我也想出去走走, 难遇这么大, 我走过的地方太少了, 多出去见识一下, 没有坏处。 柳无邪正要打算出去历练, 去往哪里暂且没有目标。 那就走一步算一步, 一直待在宗门也不是个办法。 有一旋长老跟天行长老在, 天道会不用他担心。 天道会有任何损失, 但要就无法供应, 宗主第一个就不会同意, 这也是柳无邪同意跟宗主合作的最重要原因, 把天道会绑在了天宝宗这条战舰上。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简性儿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只要有柳无邪在, 任何事情都能解决。 明天吧, 柳无邪不想耽搁太久, 以免简性儿的父亲有个三长两短。 简伯通不是什么好人, 柳无邪也不喜欢他, 毕竟是简性儿的父亲, 以后还会来往。 夜晚的时候, 召集了所有人, 柳无邪把最近的安排说了一遍。 无邪, 你又要离开天宝宗, 每次离开, 大家都提心吊胆, 犯真皱着眉头说道。 只有天宝宗最安全, 只要老老实实待在这里修炼, 迟早会成为真传弟子。 我知道你们担心我的安危, 我修炼的道路, 跟你们不一样, 天道会的事情, 就交给你们了。 柳无邪知道他们是担心自己, 他的道路, 注定不会平静, 天道神书要收入天地中各种序列, 只有走出去, 见识更广阔的天空, 才能让天道神书尽快成长起来。 既然柳无邪已经决定了, 大家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希望他出去之后,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一直沉默不语的陈若烟开口了。 众人怪异地看了一眼柳无邪, 蓝羽捂着嘴窃笑。 其他人也差不多, 这是柳无邪的私事, 他们无权担设。 第509章苍山城, 柳无邪一头黑线, 这都什么时候了, 陈若烟凑什么热闹。 他又不是出去游玩, 此番出去, 危险重重。 简姐姐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我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很合理的借口, 让人无从辩驳, 短短几个月功夫, 两人从相互猜忌, 提防, 到如今亲如姐妹, 让很多人都感觉到匪夷所思。 多谢若烟妹妹, 简姓儿很是感动, 连忙出言感谢, 柳无邪拗不过他们两人, 只能无奈答应, 等处理完了简家的事情之后, 再把他们送回来便是, 她还是习惯一个人历练。 带着两人女人, 很是累赘, 况且他们还是天刚静, 无法自己独立飞行, 需要驾驭领宝才可以。 安排好了之后, 大家各自回去休息, 天色一亮, 柳无邪带着陈若烟跟简姓儿 飞速离开天宝宗。 刚离开不久, 就被人发现, 一名紫袍青年飞速的 朝宝丹风略去, 通知亲户长老。 简姓儿归心四见, 三人全力赶路, 很少休息。 三日之后, 进入一座城池, 城池不大, 生活着一千来万人左右, 地处偏僻, 加上资源匮乏, 有能力的舞者, 早就离开此地。 留下的都是祖祖辈辈 生活在这里, 城中居住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除了几个大家族之外, 附近山外还有流寇出现, 经常闯入城中, 掠夺百姓的财物。 柳无邪将气息隐匿, 控制在真丹镜, 跟简姓儿还有陈若烟三人 一同入城。 城墙很破旧, 许多地方千窗百孔, 遭受悬兽冲击过。 还有许多难民, 成群结队走入城中, 寻求庇护的场所。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难民? 陈若烟是大烟皇朝三公主, 最不愿意看到难民。 每当发起战事, 遭殃的是百姓, 流离失所, 饿死的难民犹如皮肤, 一片一片的。 苍山城四面环山, 经常有玄兽冲击此地, 附近一些山脉, 居住很多部落, 每年会有大量的人族, 死于玄兽口中。 简姓儿简单说了一下 苍山城的情况, 巨大的苍山不在落日山脉之下, 连绵数十万里, 一眼望不到边。 里面居住许多强大的玄兽, 当食物不够的时候, 这些玄兽就会冲出来, 杀人类, 作为他们的食物。 长此以往, 居住在这里的人族越来越少, 纷纷逃离。 只有那些大家族, 有强者坐镇, 可以抵御这些玄兽。 普通百姓实力极其低微, 没有资源供应, 很多人连洗水尽都无法达到。 柳无邪看到的修炼界, 只是冰山一角, 类似苍山城这样的地方, 南域非常之多。 江泛城那种超级大城, 还是少数, 整个南域, 只有十座类似泛城一样的城池。 大多数城池, 很失落后, 进入城中, 里面的环境极其恶劣, 街道两侧, 横七竖八躺着许多身着破烂的普通人, 还有很多人身上布满浓疮, 伤口溃烂, 不及时治疗, 肯定会死去。 看到有人过来, 十几名孩子迅速涌上来, 抱着柳无邪的大腿, 讨要吃的。 他们三人根本不需要食物, 只能从储物戒指里面拿出一些壁骨丹, 分给了这些孩子。 他们好可怜, 沉若烟动了侧瘾之心, 这么多孩子, 饿得皮包骨头, 这不像是修炼界, 反倒像是人间炼狱。 以往也遭遇过玄兽潮, 从未出现如此多的难民, 今年有些特殊, 难道沧山发生了什么事情? 简性而秀眉微醋, 看着那些难民, 心里不是滋味。 越来越多的人围上来, 三人身上的几百枚壁骨丹全部送出去, 没有多余的食物了。 无奈之下, 只好祭出天刚之事, 那些普通人这才吓得往后退, 不敢靠近。 天刚境在沧山城, 已经算是绝对的高手了。 达到天象境, 早就离开这个鬼地方, 前往其他大城发展。 只有那些普通的洗水境, 真干境, 无法飞行, 根本没有办法离开沧山。 想要离开, 必须要飞行, 只有飞行, 才能跨过大沧山。 徒步离开, 太危险了, 还为他出去, 就被玄兽吃掉。 进入城中心的位置, 情况好了很多, 街边很少看到流民, 一些商铺矗立在街道两侧。 这里好多的赌房, 进入城中之后, 陈若嫣皱着眉头说道, 短短一条街, 他们看到五座赌房, 其他街估计也差不多。 外面的物资需要飞行玄兽才能运进来, 导致这里的资源匮乏, 除了赌博, 很少找到有娱乐的事情。 简幸尔无奈地说道, 沧山城何家, 就豢养好几头飞行妖兽, 每年收入颇丰。 他运气好, 存了一笔资源, 乘坐飞行妖兽离开, 顺利加入天宝宗。 很多人没有足够的资源, 只能一辈子困在这里。 想要快速发家致富, 最好的办法, 进入赌场。 沧山城大部分赌房, 都是滕家的产业, 最少占据了七成左右。 柳大哥, 我们直接去简家, 还是先找个地方住下来。 陈若嫣抬起头来问道, 先找个地方住下来, 打探清楚之后, 才能方便行事。 柳无契没打算直接这样进入简家, 他对简家的印象很不好, 前来沧山城, 主要是帮助简幸尔。 在人身着华丽, 加上两名女子的绝世容颜, 刚一进入城中, 就引来很多人观看, 许多不怀好意之人, 悄悄地跟在身后。 找到一处客栈, 柳无邪要了三间上房。 舟车劳顿, 连续三天赶路, 都很疲惫。 柳师弟, 我先回去看看, 简幸尔心里还是不踏实, 虽然她对那个家族没有什么感情, 毕竟是生她养她的地方。 不能看着族人一个个死去, 我陪你一起回去, 既然简幸尔决定回去, 柳无邪只好陪她一起。 不用了, 你陪若燕妹子待在这里吧, 我自己回去一趟。 简幸尔不希望让柳无邪跟她一起回去, 如果能自己处理, 还是不想麻烦柳无邪。 对方执意如此, 柳无邪也不好强求, 让她回去的时候小心一点。 如果有事情, 立即用通讯符通知她, 她会在第一时间赶往简家, 苍山城并不大, 以她现在的角力, 最多十个呼吸时间, 可以绕成一圈。 纵走简幸尔, 天色已经不早了, 柳无邪盘膝坐在床上, 打坐修炼。 距离天象五重越来越近, 突破也许就在这几日。 柳大哥, 能不能陪我出去走走? 柳无邪刚坐下不久, 陈若嫣推门进来。 进入修炼界, 一直待在天宝宗, 对外借世界一片陌生,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打算好好熟悉南域这片世界。 好, 柳无邪点头, 从床上走下来, 两人离开客栈, 走入城中, 并肩行走, 惹来许多人驻足观望, 陈若嫣的容貌太扎眼了。 无奈之下, 只好戴上面纱, 路上侧目观看的行人才减少了很多。 藤氏赌房, 柳无邪突然停住脚步, 在他面前出现一座巨大赌房, 足有五层楼高。 大门处进出很多人, 有人痛哭流涕地被丢出来, 也有人一脸兴奋地离开。 从简性二口中已经得知, 藤家以赌房为生。 我们进去看看, 柳无邪想要了解一下藤家赌房的生意。 两人外入赌房, 迎面而来是阵阵嘈杂声, 空气中充满着汗水挥发到空气中, 散发出的刺鼻味道。 整个一楼烟雾缭绕, 许多女郎行走其中, 招待前来的客人。 有客人光临, 一名漂亮的女郎快步走过来, 两位想要玩点什么? 女郎声音甜美, 很客气地问道, 你们这里都有什么? 鬼童树施展, 整个五层楼进收眼底。 最上面一层, 并非赌场, 而是赌房中枢所在, 一尊高级天象镜坐镇。 小小的苍山城, 天象镜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 价面四层摆放各种赌具, 很多柳无邪都没见过。 我们有排酒, 赌大小, 猜数字, 幸运大转盘等等, 不知道公子想要玩什么, 我这就带公子过去。 女郎介绍一遍, 这些都是常见的赌具, 我想去楼上看看, 一楼太嘈杂了, 沉若胭脂皱眉, 上面几层环境要好很多。 只有贵宾才能进入二楼, 女郎一脸无奈的样子, 如何才能成为贵宾? 柳无邪好奇地问道, 没想到赌场还有这么多的规矩, 筹码达到五十万零食, 才有资格上去, 要不是柳无邪长得还算不错, 女郎估计都不会打理他。 进入赌房之后, 两人将境界压制在真单一重, 非常的不起眼。 这种境界, 一次性拿出五十万零食, 却是有些抢人所难。 这些筹码够吗? 柳无邪拿出一枚储物袋, 丢在女郎手中。 后者神石扫了一眼, 脸色微变, 顿时换了一副面孔。 够了,够了, 公子请跟我来。 女郎带着两人穿过中间通道, 两侧传来各种叫喝声。 跟上台阶, 迎面是一名大汉, 拦住他们的去路。 女郎上去跟大汉说了两句, 大汉这才放行。 进入二楼之后, 曹杂声明鲜小了很多, 赌客要比一楼少了三分之一左右, 就算这样, 还是有好几百人聚集在这里。 没想到苍山城赌房生意如此之好, 吃赌酒书, 进来的客人, 真正能赢钱的, 屈指可数。 大部分都进了滕家的腰包, 滕家发展如此迅速, 跟他们家的赌房, 有很大的关系, 几乎是日进斗金。 两位想玩什么? 进入二楼, 赌剧少了很多, 只有排酒, 投资等传统赌剧。 这种赌剧更具有操作性, 一旦沉迷进去, 一发不可收拾。 就玩猜投资吧, 柳无邪看了一眼四周, 决定赌投资, 赌投资很简单, 猜大小, 简单直接, 第五百一十张藤市赌房, 赌投资桌子上还有几个空位置, 柳无邪跟陈若嫣坐上去。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七名赌徒, 年纪大的差不多五六十岁, 小的只有二十来岁。 柳无邪简单散了一眼, 五人输钱, 两人赢了, 表情已经出卖了他们。 庄家是一名三十左右女子, 长相一般, 脸上还有麻子。 一副死人脸, 眼角鱼光瞄了一眼柳无邪, 拿起手中的头骨, 摆放在桌面上的三颗骰子, 直接飞进去。 接着是一阵眼花缭乱的动作, 三颗骰子在头骨里面发出猛烈的撞击声。 柳无邪这一局没下, 他来晚了一步。 等这一局结束, 下一局才能开始。 坐在两侧的七名赌徒, 全部闭上眼睛, 细细感受骰子发出的声音, 辨别他们的点数。 足足摇了十个呼吸时间, 摇头子的女子, 这才将手中头骨狠狠地拍在桌子上。 压大还是压小, 声音冰冷, 不带一丝感情, 现在可以下注了。 大、大、大、 小、小、四人压小, 三人压大, 每个人面前摆放很多筹码, 岁数最大的老者, 这一局足足压了一万零十。 赢了, 庄家赔一万零十给他, 输了, 这一万零十就没有了。 买定离手, 每个人压好之后, 女子喝了一句, 大家把手拿回去, 目光死死地盯住头骨。 开, 快开, 击人大声地吼道, 让女子赶紧开骨。 开, 女子右手掀开头骨, 三颗骰子静静地摆放在桌子上。 四五六, 大, 吃掉四家小的, 赔偿三家大的。 总体来说, 这一局庄家赢得不多, 压一万零十的老者, 嘴角终于露出一丝笑容, 这一局他压对了。 输掉的四人, 一脸颓废之色, 真是晦气, 一名青年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应该输了很多了。 跟刚才一样, 女子拿起头骨, 桌子上的三颗骰子飞速消失, 又是一阵眼花缭乱的动作, 头骨落在了桌子上。 压大还是压小, 每一局其实都在重复上一局, 无虚鬼同树, 以柳无邪现在的神识, 轻松便能辨认头骨里面的点数。 头骨是用特殊材料制作而成, 上面布满了灵纹, 谁时无法进入其中, 只能评靠听觉。 让他好奇的是, 这些骰子里面, 注入了一种特殊材料, 他们移动的轨迹, 完全是按照女子的想法来移动。 也就是说, 女子想要几点, 骰子就能出几点。 一千零十, 压小, 柳无邪拿出一千零十, 数量倒不是很大。 他现在身份是贞单一重, 如果直接压一百万零十, 估计会被人拧出去。 这一次四人压大, 四人压小, 从数量上来看, 压大达到一万零十, 压小只有四千零十。 如果开小, 庄家赢大赔小, 中间单赚六千零十, 非常的合适。 买定离手, 女子说完, 先开头骨, 一而三, 六点小, 买大的四人很是懊恼, 尤其是那名老者, 刚才赢得一万零十, 又输回去五千。 女子赔付一千零十给柳无邪, 没有收起来, 全部堆在一旁, 骰子飞起来, 第一次看很具有观赏性, 看多了, 就变得索然无味。 柳无邪心思几乎都不在堵桌上, 她的神识, 早已穿透整个堵房。 压大还是压小, 直到女子声音响起, 柳无邪这才收回神识。 压小, 将怀中的两千零十全部推出去, 庄家一愣, 没见过这么堵的, 看柳无邪的年纪, 很快释然, 许多年轻人, 进来赢了两把, 就目中无人, 认为首期逆天, 不断地加注。 这次五人压大, 三人压小, 二二三, 七点小, 柳无邪连赢两局, 第三局很快开始, 相同的步骤, 相同的话语, 相同的动作。 压小, 柳无邪将怀中四千零十全部推出去, 这一次庄家不淡定了, 女子目光第一次落在柳无邪脸上。 三局连续压小, 以前不是没有过, 但是出现在一个新人身上, 很识诡异。 前来的赌徒, 腾家基本都有记录, 柳无邪进来的时候, 已经有人开始调查他的背景。 发现柳无邪非常的陌生, 真单静无法飞行, 难道他是乘坐飞行玄兽进入的苍山城? 快开, 女子犹豫的功夫, 其他几名赌徒有些着急了, 让他赶紧开。 一一二, 小, 肩开头骨的那一刻, 七名赌徒一同看向柳无邪。 加上这四千零十, 短短三局, 柳无邪赢了七千零十。 这种速度, 太恐怖了吧。 骰子钻入头骨, 这一次足足摇了二十膝时间, 头骨才落在桌子上。 压大压小, 女子声音没有刚才那么冷静, 内心已经被柳无邪撕开一道裂口。 压小, 柳无邪依旧是压小, 将怀中的八千零十全部推出去。 这一次其他七名赌徒相视一眼, 纷纷拿出零十, 压在小的位置上。 一滴冷汗, 从庄家的额头上滑落, 右手食指微微动了一下, 只有高度紧张, 肌肉才会收缩。 还愣着干什么, 快点开啊, 其他人等不及了, 为什么这一局迟迟不开? 头骨缓缓打开, 三颗骰子出现在众人面前。 一而三, 小, 那名青年突然蹦起来, 这一局他可是压了五千零十。 柳无邪运气这么好, 打算借借运, 没想到真的压对了。 其他六人一脸懊恼, 他们抱着适时的态度, 这一局压的不是很多。 加上压出去的八千零十, 柳无邪怀中已经变成了一万六。 成倍的翻滚, 短短几分钟, 赢了一万多零十, 难怪无数人沉迷赌博。 一股消沙之气, 从女子身上释放而出, 轻轻地脱去外套, 露出紧身解衣。 长相虽然一般, 身材却非常不错, 坐在一旁的几名赌徒, 一个个色咪咪地盯着女子。 柳无邪面无表情, 从近来到现在, 除了说压小两个字, 一句话也没说。 陈若嫣静静地坐在一旁, 头骨突然飞起来, 三颗骰子犹如三眉流星, 进入头骨之中。 猛烈地撞击, 犹如珍珠落在盘中, 声音非常刺耳。 这一次摇了足足三十夕时间, 女子才将头骨放在桌面上。 压大还是压小, 声音低沉, 带着一丝杀气, 这一次七人谁也没有先下注, 目前全部看向柳无邪, 等他下完之后, 再决定压大还是压小。 压小, 依旧是压小, 将怀中的一万六千零食拳推出去。 七人纷纷效仿, 这一次都拿出老本, 那名老者足足压了两万零食, 以免错过好机会。 女子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右手无名指突然动了一下。 柳无邪也笑了, 动作很小, 微乎其微, 能瞒得过所有人, 却瞒不过柳无邪。 开, 快开, 其他人等不及了, 这一次他们可是下了重注。 不知不觉, 柳无邪身后聚集好几十人, 附近一些赌徒被吸引过来。 一个人连续赢了四局, 确实很罕见, 头骨缓缓打开, 三颗骰子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一而三, 小, 那名年轻弟子蹭的一声跳起来, 这一局不仅赢了, 还把之前输的本钱全部赢回来。 站在对面的庄家身体一个亮枪, 往后退了一步。 女子瞳孔逐渐放大, 最后那一刻, 她改变了骰子的点数, 怎么会变回来了? 八人压住之后, 女子的无名指动了一下, 头骨里面的骰子, 竟然自己转动, 从一而三小, 变成了四五六大。 为何打开的时候, 点数又变成了一而三, 像是见鬼了一样, 目光看向柳无邪, 眼眸深处, 闪过一丝灵力杀气。 滕家赌房输不起吗? 柳无邪笑咪咪的看向庄家, 嘴角蕴含一丝嘲讽之色。 快赔, 老子在你们滕家输了十几万零食了, 今天好不容易回点本钱, 还不赶紧点。 那名青年等的有些不耐烦了, 大家放心, 滕家既然开赌房做生意, 就不怕赔钱, 赔给他们。 一名四十多岁男子从阴暗角落走出来, 站在那名女子身后, 大量的零食赔付出来, 柳无邪面前的零食, 从一万六千枚, 变成了三万两千枚。 豹自首裴坤, 人群传来一阵惊呼, 认出这名男子身份。 听说他三岁就能听声变位, 五岁的时候, 已经迎变整条街道。 十岁的时候, 被滕家收养, 培养他高超的赌数。 贫靠极高的赌数, 短短几年, 为滕家创造了丰厚的家底。 这座赌房, 就是由裴坤罩着。 一般情况下, 他不会亲自上场, 只有碰到真正赌数高手, 他才会现身。 一身赌数, 早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尤其是摇头子, 他想要几点, 就能出现几点。 最厉害是他可以每次摇出豹子, 这也是豹子手的来历。 摇头子, 庄家出豹子, 大小通吃, 就算你猜对了点数, 庄家一样迎走你的筹码。 裴坤的现身, 惊动了很多人, 纷纷聚集过来, 凑个热闹。 这位小友看起来很陌生, 是新来的吧。 裴坤往前走了一步, 站在庄家的位置上, 那名女子往后退了一步。 藤家赌房喜欢打听人的来历吗? 柳无邪嘴角浮现一抹邪笑, 笑眯眯地看着裴坤, 这个男人很精致, 尤其他的一双手, 洁白无瑕, 要比女人的手还要细腻。 小友运气真好, 不知可否跟我单独赌一场。 裴坤对柳无邪的来历不感兴趣, 在苍山城, 藤家不拒任何人。 除非是新和静来了, 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唯有哪个新和静愿意在此地落脚?